这个故事要从我的一个朋友开始说起 他长得很帅 但是有一点不好 就是说话特别不靠谱 而且还经常喜欢在外面泡妞 他自己已经有了女朋友 而且都快结婚了 还不知道自己节制一点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经常说他早晚会死在女人肚皮的上面 不过这件事发生了之后 倒是没有让他死 但却把他吓了个半死 那件事情发生在几天之前的一个夜里 大概凌晨三点多吧 当时我正在睡觉 我的电话响了 就是我的这个朋友打的过来 我一接电话我就火了 我说你大半夜得不TM睡觉 打电话干啥呀 他在那头却非常急躁的语气 而且还有一些颤抖的说 你快来我这儿 快点来我他妈撞鬼了 我说你那妈大半夜在耍老子玩是不是 什么鬼不鬼了 而且他继续吼他说 你妈的你快点来老子真他妈撞鬼了 我就说你在哪呢 他说他在某一个快捷宾馆的几号房间 叫我马上过去 当时凌晨三点多 马路上车子特别少 我骑着摩托车飞一样的往他那儿赶 那种感觉当时就一个字 冷 我在心里边骂着他 要是没有什么事的话 今天晚上老子必须得灭力 他那个地方吧 说远不远 说近不近 大概骑了二十多分钟的摩托 才到 到了之后我把车停好 然后拿出手机一看 上边已经有八个未接电话了 都是他打过来的 我推门进了宾馆 前台的服务员看了我一眼 没有说话 然后我就直接进了电梯 按了扭 还没到门口的时候 手机又响了 我就没有接 电梯到了 然后我就直接敲门 嘴里边还说着 我来了还打什么电话 快点开门 大概过了三十多秒吧 门开了 我那个朋友全身裹着被子 就露了一个脸 他非常害怕的说 你快点进来 快点进来 我看见里边就他一个人 我就问 你他妈的 不回家自己在这开房 就老子来干什么 他坐在床上 却狠命的抽烟 半天之后才说话 把我急得勾腔 但是他的表情 确实没有让我见过他害怕那样 他说 哥 我遇到女鬼了 我四处看了看 笑着说鬼在哪呢 叫出来让我也看看 他就吼了起来 他说他自己真的见到鬼了 我看到他那样子 不像是以前说谎的时候 我也点了盖烟 说 你慢慢说 碰什么事呢 我来听 他跟我说 晚上他一个人到低巴去玩 然后在那认识了一个妹子 然后就在低巴结束之后 一起出来 我那个朋友问那个女的去哪 那女的说随便 我朋友就来了兴致 说了句那去宾馆吧 那个女的居然同意了 然后他们一起到了这个宾馆 开了间房 在低巴蹦的浑身是汗 我那个朋友就先洗了个澡 那个女的就在外面看着电视 可是等她洗好了以后 那女的还在看电视 她就催那女的也去洗一洗 这期间他们聊了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 那个女的说去洗澡 我朋友就非常兴奋的 在床上等她 她一边看着电视 一边想着怎么 等一会儿怎么玩 这个时候 卫生间的水一直在响着 开始那个女的 还在里边唱歌呢 可是过了半个小时了 那水还在响 她心想 这女的怎么还没洗好呢 我朋友就喊她 可是里边没有声音 她一想 这女的可能害羞吧 就继续等一到 可是又过了十分钟 那卫生间里边除了水声 没有其他的声音 我朋友就下了床 到卫生间门口喊了一句 你洗好了没有 那里边却没有人声音回答 她又继续喊 还是没有声音 这个时候 我朋友就有一些奇怪了 怎么会没有声音呢 她就继续喊 你怎么了 怎么不说话 睡着了吗 那里边仍然没有声音 我朋友就继续说 我进来了啊 里边还是没有声音 于是她就推推门 那卫生间的门 没有反锁 她一下就推开了 可是当她推门一看的时候 傻眼了 因为里面空空的 根本就没有一个人 只有那连碰头 在流着水 她浪池就愣住了 人去哪呢 我听她这么说 我也就进了卫生间去看看 当时水已经被她关了 卫生间里边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反正我是没看出来 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我从卫生间出来就问 你他妈确定你没骗我 她发誓的说 老子发誓 要是骗你的话 全家死光光 后来我一想 这一个大活人洗个澡就没了 还真是怪事 回头一想不对 我看到她的床 在卫生间的旁边 我说你他妈的 是不是她洗完澡开门走了 你躺在床里看不着啊 人家走了你都不知道 还他妈自己吓自己 可是她补了一句话 让我也吃惊了 她说不可能 那房道插销是插上的 是她进房之后亲自插上的 一开始她也怀疑是跑了 她也看了 那插销是插上的 根本不可能走掉 那房道插销还是插着的 于是我就试了好几次 让她在里边 我出去 看看能不能把插销插上 结果是 那手根本就没有办法在外面 把插销插死 如果她说的是真的的话 那么这个人 除了在里面能插上插销 在外面 是根本就不可能 把插销插上的 当时我也开始感觉到 这件事情的诡异 这个时候 我也感觉身上有一些含义 难怪她这么害怕了 可是 我还是不相信她说的话 我就再问她 你真没骗我 她吼着跟我说 老子他妈半夜 不知道睡觉啊 骗你干什么玩意呢 这个时候我开始相信她的话 因为她开门的时候 我确实听见了 她拉插销的声音 可是这个事情总得有个解释啊 我就跟她说 那女的长什么样 穿什么衣服 她说个子大概一米六五左右 身材非常好 很漂亮 穿着丝袜 上身穿一件白色的羽绒服 脸长长的 眼睛大大的 我听她这么说 不像是忽悠人的 我就跟她说 这样吧 咱俩到吧台去看看 看看那监控 有没有拍到那女的 离开宾馆的视频 她穿好了衣服 和我一起下楼 走到吧台那儿 问那个吧台女的 美女 刚才有没有看到 和她一起进来那女的出去啊 那吧台收音员说 没有啊 我没有看到什么女的出去 这个时间都是进来的 没有出去的呀 我说那是不是那女的走了 你没有注意到呢 那收音员就说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说美女 我们能去看一下监控啊 可是那服务员说不行 监控不是随便给人都看的 我就很合声合气的跟她说 美女啊 是这样 我朋友呢 怀疑那个女的 把她钱给偷走了 我们就想看一下监控 是不是她拿的 如果要是呢 我们就找她 可是那收音员就说 那你们报警啊 我心里边说 这报个屁警啊 老子就想看一下监控 看看那女的 是不是从房间里边 出来的就行 于是我和我朋友 就左一句美女 右一句美女的 那样说好话 最后呢 周音源终于同意了 我和我朋友 挤进了吧台 然后看监控 我问一下我朋友 是什么时候开的房 他说大概两点多钟 也就两点十分左右吧 我就从两点十分 开始往后看 在两点十三分的时候 我看到我朋友 在吧台前面交钱 开房 但是我没有看到那个女的 他说那个时候 那女的在大厅沙发上坐着 可能是摄像头没有拍到 然后又问了服务员 问三楼走廊的摄像头是几号 服务员帮我打开了三楼的摄像头 可是我看到的是 我朋友一个人进的房间 也就是说 根本没什么女人和她一起 从她进房间之后 到我进入房间 再到我们看到吧台 没有什么女人 我朋友这个时候说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啊 他就跟那收音员说 我开房的时候 你没看见和我一起那女的吗 那收音员想了想说 没有啊 就你一个人啊 我朋友在那还是不可能 那女的穿的白色的上衣 就坐在沙发上 你没看见 那收音员肯定的说 没看见 要是有人的话 摄像头不是能拍起来吗 我朋友这个时候像发疯的一样 就嘴里边大喊着 鬼啊 有鬼 老子要退房 这里有鬼 那收音员说 你是不是神经病啊 让你看监控你口什么 什么鬼不鬼的 我就赶紧给人家道歉说 他对不起 对不起 他晚上喝多了 说酒话 可谁知道这个时候 我朋友在旁边大吼了一声 你他妈才喝多了呢 赶紧走 退房 这个时候 宾馆还来个了阿姨 说你们吵什么呢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我说没事 我朋友拉 这个时候 拉着我就往外走 我说 你妈的老子头盔还在你房间里呢 他说你回去拿 说实话 我没敢回去拿 我朋友把房间退了之后 我就跟他骑着车 回到了我家 到了我家之后 他就开始发烧 我一直也不敢相信 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 后来我打电话给他女朋友 我朋友就求我 千万不能和他女朋友说 和别人出去开房的事 在这儿简单介绍一下 他女朋友 是在我们这一个 24小时营业的快餐营业店里 当店长 那段时间正好是他职业班 也就是从那件事情以后 我到现在都没有听说过 或者看到他出去玩过 没事的时候就在家里上网 偶尔叫他出去玩 他打死也不去 晚上除了在家 哪里都不去 除非白天我们几个叫他吃饭 或者唱歌的时候 他再出来 现在对他女朋友也挺好的 但是这件事情 却让我永远也解释不了 开始我说实话 我也挺怀疑我这个朋友的话的 可是现在 我看到他现在的这个样子 我相信了 他说的可能都是真的 但是那天晚上 我朋友到底遇到了什么 我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可能只有天知道 或者鬼知道 我不要 According to today 那这样你就是 总人